公子妹之愛情嫌事觀 剛才聽到這個案子 大家有沒有試過跟一個女生拍三四年拖 然後發覺到最後我真的不愛她 但不愛她之餘 你又覺得真的有親人那種感覺 放你走 我又覺得 應該說我很想跟你分手 你給不到愛情給我 但我覺得生活上 其實我跟你一起又多舒服 男人很差 最好就是一個舒服的生活 談戀愛的 是另外一個 坦白說劉勇 你講這種情況 我們以前拍拖是不會覺得的 我們那時候很容易拍拖 拍了幾年 開始對這個女生沒什麼感覺 要是我們這些賤人 我們很快就有別人 要不是就... 不過我應該這樣說 你猜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就是整體上任何人 你跟他拍拖到差不多 或者結婚到差不多 都是變成家人的 重點是 有沒有第二個人出現 對 總之有第二個 是比這個人 他又喜歡你 所有事情搞定的話 三個字 倒火線 但是又這樣說 我跟這個家人 當年 我跟那個所謂我感到的家人 我跟他分了幾次 都分不到 我覺得 我生活上面 我覺得 他好像我其中一份困難 就是其中一格 但是如果去到談戀愛 要有激情 我又受不了 不過我覺得 那個人跟你一起的相處 我不知道你那個相處的情況是什麼 比如你說 我當他是家人 我一定要跟他生活的 但是我愛不到他 這個我又沒試過 因為這個真的比較奇怪 但是 大部份的男人 其實都是很容易進去這個 因為男人是容許自己愛多過一個 所以他是容許自己 這個真的對我生命當中很好 就好像 我只能夠當作什麼 我愛電單車那種想法 我這架電單車真的很馬力 但是 這架可以買到送 那一刻 我可不可以兩架要完 所以我們男人是比較容易 而是覺得這個人 我跟他真的生活不可或缺 因為我買菜一定要用他 但是你叫我要一輩子 只要騎他 不行 我可不可以騎多一架 很馬力的 我想是這樣 那種感覺就是 我的能力 或者我的人 我的世界 只可以拿著這個爛鬼綿羊仔 我不開心 不過我世界是要拿這個綿羊仔 那也要拿 大部份男人都是拿著綿羊 等一天生活 又不需要塞車 我在熊綠燈旁邊 見到哈利德里克森 我也很想 不是啊 見到旁邊的阿啡檸 都自己忍不住 吐吐兩下 我剛才說完 就是 拍拖有度跟結婚不同 結婚很容易會跌到一個 就是為何我們會 枯燥無味大 仍然在一起 因為他太多原因 尤其是 比較大部份 尤其是當你撕了一個出來 當你家裡 又撕了一個 那個小孩 典型說的 不想他有一個破碎的家庭 或者怎樣都 那你就開始 但是我又不喜歡那個女人 但是為了兒子 我又不跟他分手 又或者不跟男人分手 結果大家就變成家人 不過這個 都是看大家相處的方法 我這樣說 這個男人都 你說他衰 當然是衰的 但是 都未說不可以跟他相處 那種衰是 他都回來了 他對你好 問題就是 只要那個女人忍到就可以了 所以問題就是 現在如果 Joy忍不住的話 忍不住就是忍不住 那我們就聽一下 為何十二年後 會忍不住呢 Joy Joy 我想再問一件事 在我們了解 今次發生什麼事之前 我想問 你看你的老公 如果用心工資 才說 為何這十二年 他仍然在你身邊 你不提出分手 為了兒子 你會覺得 為何他沒有提出離婚呢 他家裡的環境問題 是什麼環境 經濟還是什麼事 他家裡沒有人結婚的 這麼多兄弟姐妹都 只有一個 還要只有一個兒子 只有一個孫子 所以更加 在老爺奶奶的壓力之下 是很難離婚 哦 即是不想被人看 嘩 我只是聽到 你們真的不停地 被外面的人包住你 這段感情 然後我想問 你到現在 你這一刻遇到的問題 是什麼呢 怎麼發現呢 其實早幾年 小朋友在學校 因為 遇到一些事 令到情緒 是很崩潰 小朋友 是 是的 我更加要多時間 去照顧他 嗯嗯嗯 但是在去年 其實之間 就是說 他說要跟同事出去吃飯也好 出去踩單車也好 出去玩也好 我都沒有理他的 嗯 去到去年 突然間 因為間中他都會帶兒子出去 嗯 帶兒子出去我可以休息 是 即是大家幫忙照顧一下 大家休息 嗯 那麼去 去年 我記得好像是5月20號 520來的 那天 是 他就說 同事約他們出去吃飯 那麼他下班就去尖沙咀 嗯 就叫我帶兒子出去尖沙咀給他 那麼去到尖沙咀 我兒子就不肯 嗯 就說你一起去吧 嗯 因為之前試過跟同事吃飯 是整台東西都辣的 嗯 結果我兒子那晚是沒有吃過任何東西 就回家 是 好 那我兒子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不要走 嗯 萬一他們又吃辣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救我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搞笑 那我跟著 那我好 那我問他你們吃什麼 或者你讓他知道吃什麼 那就可以決定 他跟我還是跟你 四川華辣 我就是帶他走 是啊 是啊 我就是走了 那他又說不知道吃什麼 那他又說不知道吃什麼 不知道吃什麼 都挺不負責的 他爬巴掌的 他說不知道同事訂了桌子在哪裡吃 跟著跟著 那跟著 好 那尖沙座等 一個人都沒有 嗯 那又說轉地方等 好 再轉地方等 等等 有個女人走出來 嗯 那跟著很奇怪 因為他公司全部都是男人 是 是 那跟著 只有一個女人出現 是 嗯 那我就介紹 那在哪裏 在哪裏 在街上 在一個 尖沙座的商場 即是你在商場等著 的時候 是啊 不停在那裏轉地方 轉轉轉轉 那轉到 在商場地下等 是 你見到一個女人 那女人就出現了 那女人就出現了 是 是 那跟著 很奇怪 你說你跟那些同事 那些同事 那些同事 那她沒有出聲 那她的樣子是很尷尬的 是 那跟著我說 你不如吃什麼 那女人就 那女人就 不如一起吃吧 這樣 你都來了 那去了一間 日本餐廳 是 以前我跟阿細都想 如果不適合 我們去那裏吃 這樣 那她就說 她是那間餐廳的老闆之一 是 她就說 準備了很多熟食給我兒子 是 那我兒子其實是不吃熟食的 我兒子專吃生食 就是日本食 在日本食的時候 是 就是平時要拿著一隻豬 在那裏 在那裏 那我兒子還會叫 腳馬都可以吃五食 五食熟都是叫做熟的 那些拖羅 那些 我兒子是會很懂得吃這些 是 那老公何時出現呢 她就看著我老公 就看著我 說你兒子不吃生食的 是 因為那間餐廳 原來是沒有熟食的 是因為知道我兒子來 就做了很多熟食給我兒子 是 是 那又說我兒子喜歡喝什麼波子汽水 是 就特意去找 左找又找 真的給他找 找波子汽水 找些波子汽水出來 是 很有誠意啊 這個朋友 是 那跟著大家又吃在那裡聊天 那她就說 為什麼你完全都不知道 兒子喜歡吃什麼 是 然後我說 她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怎麼照顧過兒子 所以她都不知道 那 那聊聊一下 就不知怎樣說到 就說 她和兒子常常都會 即是特意去弄個兒子 就是這樣 然後那女人突然看著我 她每天都和你吃飯 然後我說 她每天都回家 回家就吃飯 那女人呆了 接著 吃完一頓飯 她堅持要拿我的電話 那我說 其實你和她同事嘛 你找到就找到我的 因為我已經感覺到 他不是很 很 這麼大大 對 接著 夾了幾天 她就打給我 好 她就問我 即是究竟其實 你們現在的關係是怎樣的 因為是五月來的嘛 那時候 六月我生日 我們也有出去吃自助餐 可能她有傳一些照片給她看 還是怎樣 那去到十月她打電話來 問我纏著她做什麼 然後她突然間 突然間 突然間 她一跳就 原形不露 就問你 你還纏著她做什麼 是這個意思嗎 是啊 接著呢 然後我說 我沒有纏著她 我完全不明白 什麼原因 她說 你有沒有看過你老公的手機 然後我從來都不查過手機 她說 你不如打開 然後她發了他們Whatsapp的圖給我 然後我才發覺 咦 你們倆有些東西 是 什麼圖呢 她可以拿來做證據 裡面是大約什麼內容 對話 剛好生日的時候 我先生發了一些 是我們去吃自助餐的照片 然後她發了一張裸照給她 是 曬傷了 是 這是裸照來的 是 而且我老公回答她 哎呀 陰公豬了 你今晚用什麼姿勢去睡 她說 你不覺得你老公的電話這樣跟我談 你不覺得有些問題嗎 是 然後我說 你不說 我真的以為是背脊來的 就是沒有身材 我 我說 你不是一個串人 你不是一個串人嗎 這裏都要串人 不是 我要讓她串 不是 那個人現在攻擊我 我當然要串回她 當然啦 你不是給前面我看成一個背脊 你收起來吧 我說 我說 我又沒有去看 我說因為她有記憶 她在說一些東西生氣的時候 她說我多生氣 不是 不是 我以為她是背脊 哈哈哈哈 我真的以為她是背脊 我真的以為她是背脊 但是你這樣說的話 她就真的 不不不不不不 我們不要討論她的情緒 因為現在最重要 你快點告訴我 那接下來是怎樣 你這個故事劇情去不到未 因為還未到 是啊 怎樣去到要破裂邊緣呢 她是一路就 電話騷擾我們 是 是 是 她就說 她不停傳了以前我老公 傳給她的東西 是 那些圖 那些 很曖昧的說話 是 明白 我先幫你 那你拿著這些東西 你沒理由不質問你老公嗎 我有想過是不是她的 但是我開不到她的電話 是 然後我說我也證明不到 嗯 然後她教我怎樣開 怎樣開她的電話 是 然後她是有了她的密碼 那些東西 那我開了 開了我就問她 我看完真的真的有 是 然後她又繼續說 不知道 只是普通朋友 然後 我又跟她說 就是跟那個女人說 那我說 我先生說 我跟妳是普通朋友而已 那你 真的覺得普通朋友 會有這些 有這些對話 是 我想問去到這裏 就是證明她 是很想你 離開 而你老公 就不肯離開 用很多藉口跟她說 我不會跟她離婚 就是應該這樣 是嗎 是呀 跟著她是玩到 我現在是所有電話 全部都飛去 留言信箱 哦 因為她 潛擾你了 用apps可以把號碼 轉了 是呀 最初我老公是不信的 是 但是真的有一次 她打給她的時候 她的號碼是轉了 就是收拾到亂了 電話號碼 是 然後她就信了 為什麼她的號碼可以這樣 我想問 那現在你老公 對於這個女人 是什麼態度 她說她沒有跟她聯絡 但是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怎樣 那個女人就經常說 她 她說她不會主動打給她 但是她老公會主動找她 嗯 但是我已經幫她的電話 暫停了 就是幫你老公的電話 暫停了 是呀 但是她懂得解 我不會搞 OK 然後呢 然後呢 那想 她說她不想 你老公不想 她堅持她沒錯 是 她堅持她兩個 只是朋友關係 不要緊 那我先問你 如果你現在知道 就算你做了所有blog的事情 都好 你總之知道那個女人 發給你的圖 真的是她和她老公 你和她和你老公的真情 對話來的 她們有曾經發過這些情慾相 的 老公也都沒有情緒 不如你給我一張床照 我立即是律師留簽給你 那接著呢 她說她有舖 有生意 有頭有面 不會太蠢 我不如這樣 我不如這樣 你現在不是和你一個女人的問題 不要把她 這個女人覺得 這是她和你之間的問題 是她的想法 但是你不是 你不要再和她交往 或者和她有交易 你給她一個床照 我離婚 我覺得那件事 只會令你更加亂 令到那個女人都覺得 咦我對數了 我找對頭了 原來我打低你 我就拿得到她了 是 不關事的 你應該和那個女人說 你不要搞我 你有什麼 你搞那個女人 我跟她說 不是 我知道你有說 她不聽 你不要和她玩 是 你記住我講那個 我已經沒有聽她的電話了 你不要再和她說 你給她一張床照我 你給她一張床照我 我就要離婚了 那她就覺得你是她的對頭 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簡直說 就算我簽了紙離婚 她倆都不會在一起 不過就是不想你倆一起 因為她覺得是我破壞了她兩個的關係 那是 你還跟她說 她會這樣覺得她已經傻了 你不用理她 你是她的老婆 她覺得你破壞她 其實我不斷一直聽的時候 其實你老公這麼多年在外面 其實不斷有偷食 然後找你過橋 找你非人 我們不敢說 我不理她 沒有所謂 都不關事的 你老公在每天在外面 玩福樂天地都不關我 你事的 重點是最關事的 就是你不要理那個女人 現在即使她怎樣都 我就跟她說 你們私底下討論她 我說其實 這麼多年我都隻眼開隻眼閉 你不要騷擾我 就行了 不要說這些 你今天打電話來 就是正正要處理 你不是隻眼開隻眼閉 你要選擇你自己的人生 現在她不是要簽 就是你老公不肯簽 你老公不肯簽 你老公不肯簽 是啊 就是你已經是 那好吧 那就是說你是因為這件事之後 你終於鼓起勇氣 你曾經跟她提議過 或者主動要求離婚 離婚了 是不是 是啊 我都不妨礙你了 你這麼多朋友 這麼多朋友要關心 還有 那些對話 其實是 做老婆都收不到的 嗯 就是那些說話 那些溫馨提示 那不如做朋友就算了 嗯 但是她不肯 每個朋友都還收到 是 明白 但是她不肯 然後之後 因為她覺得她有很多生意 是不是 她有頭有面 她不想 不是 有頭有面是女人 是啊 那她老公有什麼原因 不想離婚 她經常說她女人發瘋 嗯 她經常說她女人發瘋 她女人說了大話 不是 那我想應該是這樣 這個情況 應該是她老公玩了差不多 然後她女人開始 玩完了 對 對 然後她發覺不對勁 她以往 就好像劉翁所說 都應該試過很多次了 你又不理她 她有個家 她又 很開心 就是簡單一點 又用回車來說 本來呢 我有一輛綿羊仔 就很舒服的了 在家裡 但是每天呢 外面路邊呢 有一輛車給我玩一下 天天可以不同款 挺開心 除非知道有一輛呢 突然回來 我要霸了一個綿羊仔 家裡樓下的車位 這樣 那你老公便麻煩 當然了 車位很難找 是啊 即是他現在想找一個家 有一個兒子 而對於他來說 一個女人 這麼多年裡 照大了一個兒子 又沒有過問我外面的生活 最重要是 剛才你說的重點 就是你不檢查他的電話 是啊 你不過問我外面的生活 這個是很 很美好的女人 對於一個男人來說 剛才我聽他說的話 只有一百分 是啊 你想想他可以找個藉口 我老公他的性格 是喜歡和別人曖昧的 所以 你可以將這個 陷入他的性格那裡 所以是一種的 情況是這樣 OK 都應該似是 待會回來再和你聊 剛才呢 你不要說我這些 衝口而出 因為其實我自己見過 包括我自己 以前我都試過 使用女朋友 來抵擋外面的外遇 是啊 因為其實某程度上 知道自己外面那個 其實是玩一段時間的 然後我當然保留著 我自己正印那個位 有什麼事的時候 然後我就告訴他 我要有個歸宿 我必定要回去的 其實這樣這一招 其實很好用的 十個有八個 其實他最後 他都是抵擋不了這一刻 到了最後 暗然離開 所以剛才我衝口而出 我說 咦 這個套路來的 因為最簡單 如果老婆真的可以把 剛才他說的 曖昧都可以成為 她的性格之一 的話 對她的容忍度 其實真的可以很大 現在其實最麻煩的地方 情況是這樣的 一定是 有個男人很開心 老婆是這樣 剛才說了 重點現在是 做一個女人 應該怎麼做呢 唉 她又搞不到那個女人 她又不應該碰那個女人 但那個女人不停碰她 因為那個女人覺得 她覺得我煩走了你 那我就搞定了 那邊那個女人 就擺明了 其實不用理 不用理的原因 就是我們很清楚 就是定時定後 就會玩女人 玩厭了 那個女人現在發爛了 就過來煩你了 是這麼簡單的 一定是這樣 又或者直到有一個女人出現 因為中間可能是 轉折位是這樣的 就是有一個女人 那個男人很喜歡 然後那個女人 還可以說 我可以照顧你的兒子 我想那個男人 為什麼會帶兒子去吃日本菜 其實那個目的可能都是這樣的 就是那個女人 我可以照顧你的兒子 可能我和你的兒子很朋友 那男人就說 試一下 那我帶兒子來和你吃飯 如果那個婦衣活動 那他可能真的 飛了自己現在的正印老婆 然後那個兒子跟我 有人抽 都不出奇的 我覺得那個感覺像是這樣 如果不是 不會有那頓飯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現在的Joey 能不能離婚 是不是很想離婚 很想離婚 很想離婚 就離婚了 我們想辦法幫她離婚 就是這樣 好 我們看看Joey 現在的心態是怎樣 Joey 在這裡 首先一個問你 到這裡我們就知道 你現在是不是很想離婚 很想 很煩 因為被扮到 是不是決定了 一定要走回自己的人生的路 所以你決定了要離婚 她是24小時不停地玩你電話 你又逃避我的問題 不是說 什麼原因要離婚 有朋友都問過我的 你是否真的不喜歡她 或者怎樣 我是真的有一種很煩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自己私底下搞定 就算了 你不要騷擾我 不是啊 那我問你了 你其實這些話意思在什麼 如果他們真的私底下搞定 他們真的沒有煩你 那你就讓自己人生 一直在家裡跟自己的老公 然後沒有感情 然後就繼續帶帶兒子去算 這個是你想的人生 所以你講的說話 不是你真正要求什麼 是還是不是 都是的 哦 你真的覺得這樣是你的人生 很發派的就是 那我問你 如果你在這個角度 我覺得 我不想在這裡改變你 當然 阿火是希望改變你的 就是希望我打醒你的頭 就是不啦 這種不是你要追求的人生 但是你不要說 希望他能說得出 是啊 我先解釋給你聽 其實普通人 都是想用這個方向跟你走的 就是我希望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選擇的 因為你這個女人走了 有下一個女人 再下一個女人 再下一個女人 那你都很煩的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真的這樣都OK 那你可以繼續留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都是一個 既然你現在說得離婚 我管你什麼原因 是吧 就是阿火 是吧 他現在肯離婚 是 所以我剛才說 阿火剛才說的就是 如果他沒事你就不離婚 他說是 然後我們就很猛 怎麼會啊 我們想改他的想法 希望他有正確的想法 但我覺得不需要改他的正確想法 因為他有沒有正確想法 他現在是離婚 而離婚對於他來說 在我們的立場 和他的立場 都是正確的 是啊 所以不要想 你就離婚 但是他剛才說的另一件事 沒有 沒有 不是啊 我說他老公不肯 不是啊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 就是怎樣令到你老公肯 你將來 就算你 什麼原因 他老公找回你 總之你現在離婚 似乎在任何情況下 都是最正確的 是不是啊 是啊 這樣就離婚了 現在我們想好了 那就是下一個了 有什麼辦法令到你老公肯簽紙 是不是啊 是啊 如果他不簽紙 可能知道他找了 但是他就是不肯去見 是啊 他不肯簽紙和他分居 然後分居 不知道幾年 三年了 三年之後就可以離婚了 我真的有想過這個問題 照做就可以了 照做就可以了 你先和他分居 分居三年後 離婚 如果我所知我認識 那又是有什麼問題 他不肯 什麼分居都不肯 你搬走就可以了 你搬走就可以了 他說我搬去哪裡 他搬去哪裡 那他有沒有跟你說 你沒有問過他 為什麼你經常到處玩女人 這個關係都沒有 那為什麼你仍然那麼痴錢 你有沒有問過他 沒有啊 他也是堅持他沒錯 我都沒有玩 你想想那個男人和這個女人 Joy和他老公的關係 根本就是理不清 就是他老公說 我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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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這麼多年 他每一次說完沒有之後 他都是這樣 所以我解不了 重點就是 你怎樣可以分居 現在我這樣也是 爭不贏 沒有啊 誰跟你爭辯 就是不想爭 我就是叫你不要爭 我和你分享一件事 當年我媽媽都試過這樣的 就是他一路很如常 因為他部署了 他堅決了他要走了 所以一路都沒事的 直至有一天 他送了我和我哥哥 我去了下午校 然後我們放學回來 本來平時 一直放學回來 就是媽媽煮了飯 或者是煮定了飯 我們回到家 只看到放下了40元 然後就不見了媽媽 然後任何人找都找不到 就完全再找不到 是 OK 是這樣的 不過你媽媽那個 就因爲你兩兄弟都生性 都自己照顧自己 Joy 我想你放不下兒子的 是嗎 是啊 當然我現在這樣說 是crazy 但是有一個方法 如果既然你都是想和他離婚和分居 不如這樣 你打電話給那個女人 喂我也想和他分居 她不肯 她煩著我 喂我們夾手 搞定他 看看有什麼辦法 你叫他和你住也好 你怎樣也好 總之我想和他離婚 幫幫忙可以嗎 你求回他 你幫我吧 我真的很想和他離婚 我想和他離婚 我也要把我背部給你看 不過 很壞不壞 我背部都比你 你和他說 對不起 我背部是駝背的 而且在這個時候 那個女人說 不如這樣 你找個地方給我 然後我和他分居 那你們就可以一起 不過當然 我這樣說 都是搞個Gag 都是搞個Gag 當然沒得找過女人 沒有啊 我覺得OK的 他這麼喜歡他 不是 不過不是 其實 當然搞個Gag 之餘 是crazy一些 但其實都是一個辦法 因為你已經煩了我這麼久了 我煩了你 現在那個男人不斷纏 你幫我搞定他 是啊 你又要說你又要搞定他 其實如果關係調轉了 因為現在他是回禎 你是正印 那些人這樣說的交往 一定是說不通的 是 馬上反過來 你請教他 找他幫忙 現在我找你幫拖 是啊 拯救我這段婚姻 怎樣拯救呢 就是讓我離婚 你就拯救了我 然後你就跌入那個火坑 然後我就得到自由 不用那下半步 其實那是挺潤的 你幫幫我 你可以勾引他多一點 讓他不要再遲 總之叫他走 是啊 現在他又不肯簽紙 那他肯定還喜歡我 但我不想 你可不可以出壓力 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男人呢 是值得要懲罰的 那種懲罰是 電影裏面都有 我當然 我在你收到的資料 如果他原來都穿 他所有都是真話的話 那就沒辦法了 我是根據你所說 在你的角度出發 如果那個男人聽到我的節目的話 如果不是這樣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因為不出奇 有個男人 他心裡想 我什麼妹妹 我都沒有證據 你都沒有證據 我打個譬如 真的那兩個女人 搞到我這樣 就是另一回事 但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男人是需要懲罰的 那個懲罰 就真的好像電影裏面 經常都有 你兩個就要一起 懲罰他一次 一定要 就不舒服仇姬 花心大丈夫 花心大丈夫 不過那種懲罰 不是在精神上 你兩個都要令他孤單 就是跟他斷離的關係 是 這個就是最直接 最簡單的懲罰 令他失去一些 失去一些 你失去了 你以為你永遠可以擁有的家庭 是 是 不要貶到 剛才說到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有說過 就算我離婚 他都不會跟他在一起 是 其實我想問 我現在這樣說 我覺得你老公 你需要跟他離婚的話 是應該的 你都覺得是 那不如跟他一起 合起來 有什麼辦法 搞走他 那行不行 是啊 我又沒有想過這些照 真的要試一下 因為其中一個精神壓力 是來自這個女人 是啊 這個很重要 永遠都是的 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 大家站在同一條船 的話 那件事說就不同了 你做完之後 小金的女人先煩我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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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人 跟你去分析一下 是啊 怎樣可以弄走他 但是我覺得 如果這個日本蔡老闆 娘 日本蔡老闆娘 其實你都要想一想 Joey的身分 如果你正在聽的話 我也要講一講 大家都是女人 大家都知道 去到這個地步 哪一個做錯事了 是啊 你不要再煩他 是啊 女人喜歡爭 女人喜歡爭 這個是心態來的 是啊 跟那樣東西 最後擁不擁有 根本沒有關係 他不是爭他回來 他現在想懲罰那個男人 但是如果你想懲罰那個男人 你要懲罰另一個女人 那件事是錯的 因為這個世界裡 可能被他抓男 抓完之後 現在他唯獨可以復仇的心態 就是希望拆散他的家 是啊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 當那個女人拆散你的家 而不是想得到這個男人 我們就很肯定了 這個女人都知道這個渣男好渣 是啊 就是拆散你的家 我都不會想得到這個男人 是啊 所以你應該跟他 我想你跟他聯絡一下 你跟他說 我都想跟他離婚 你終於得到你想做的事 不是因為你煩 我覺得很重要 你去做這一步的原因 不是因為那個女人煩 所以我和你離婚 你也告訴我 不是因為你煩到我 是我真的不喜歡這個男人 而你自己也要跟自己說 不是朋友叫 不是心美叫 不是阿火叫 不是劉翁叫 全部是因為 我真的不喜歡這個男人 所以我要和他離婚 但是他不肯來 我就跟這個女人說 不如一起想辦法 叫他和我離婚吧 因為他和你同一陣線 當然 因為大家都感覺到那個是渣男 是啊 在這一刻我肯定 大家都是一隻受了傷 是啊 渣男我也站在你一邊一點 雖然在表面證供你是渣男 但是 真的不可以吃人便宜 吃太久 人家肯讓你兒子見 你有老婆還有兒子 其實你要堅負自己的責任 是不是第一次見 是啊 我兒子說之前見過他踩單車 我不是 見不見過踩單車的旗幟 他都是踩單車而已 又不是做些什麼 他經常見都沒有出奇 你一定要確定 那個女人給你看的東西 真的是背脊 那些東西原來都是真的 不過有件事很重要 我都說 無論渣男聽也好 你自己 Joey聽也好 就算沒有那個女人出現 作為一個女人 我不喜歡我老公 我就可以跟他離婚 男人也是 是啊 男女也是一樣的 你不需要說 他做錯事 我跟他離婚就天公地道 其實整體上 在今時今日這個時勢 他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你不愛他 你不愛他 就可以跟他離婚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不需要 時間太久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要說時間太久 你先聽我說一次 只要你不愛他 你就可以跟他離婚 不需要他見到那個女人多少次 不需要說他跟那個女人有什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嗯 他沒有關心過 你覺得他沒有關心你 他覺得他沒有疼你 我就可以跟他離婚 你很疼兒子也好 我很需要一個家庭也好 認識了很多年也好 是的 但是只要你不愛我 你不疼我 我就可以跟你離婚了 你明白嗎 明白 這一個就是剛才阿火 剛才很猛狀想跟你說的時候 我叫停他的時候 他想跟你表達的事情 阿火應該是 因為你需要知道 感情裡面最重要 他愛不愛你 即是 無論你搞定這個女人也好 你會發覺 我都不愛這個男人 那你還跟他一晚一起做什麼 或者兩個人的關係 這麼多年都沒有滿足到你的需要 是的 不愛也不止 不要傷 不愛之餘 不愛之餘 你還要受 所以你知道 你今次分開 不是那個女人得逞 不是因為你老公 現在經常都在玩 或者你老公 經常都和朋友 比你更好 重點是 你不愛他 是的 好嗎 希望有這個重點 我應該說 澄清點 希望你有這個重點 不要讓自己其他理由 繼續退後這個決心 勇哥說回那個說話 人生最後突然要欺騙自己 覺得如果他發了一張他們的床照給我就好了 是 為什麼要欺騙自己 要有這樣的價值觀 然後覺得感動是開心的 不是 直接逼自己去成國 是 是 因為他是 打六七十個電話 打到我們去報警 那 SIR看完之後就說 喂 你沒有證據 他們都是說 其實你說到這個女人 說自己有頭有臉 又有餐廳 但是為什麼 其實他又不怕 說會弄壞臉 他說他會在我老公面前 所有事情都不承認 說是我有病 想出來的 然後律師說 他很高招 但是這一招 不是 他已經發了訊息給你 他 不是 我們不要說這個 他不登論這些 沒有理由回頭 我們說到剛才那個點 是 我再問你一次 不要因為那個女人給什麼 你看 因為很可能 如果真的那個女人 精神病 他作出來的 我想問 你來不離婚 是 是 就是 重點是你不愛 你的老公 現在 是 不想過 如果你說你還很愛你的老公 這件事情 我們會過的 現在幾位有沒有辦法 可以怎樣幫我捱過 我們又有另一個想法 是啊 但是我聽完你這十二年 然後那個過去 再加上你和他之間的關係 其實 有時候有些事情 又不用真的要夾到尾 所以你現在的決心 應該放在 好像阿火的媽媽那樣 是啊 就是說 當然啦 阿火的媽媽 因為他兩個兒子 都當是生性 懂得照顧自己 他媽媽就可以這樣做 你兒子還小不行 很明顯 是啊 因為他有情緒上的問題 所以都不可以丟下他 是啊 那我想你真的要想辦法自己 分居 帶他走 或者好好認真和你的丈夫 有什麼餐茶 說清楚你現在的決定和需要 說了很多次 沒有 你不堅決 我好肯定 你堅決他做不到任何事情 我要離開 你跟他說離婚 那他說 你之前都是這樣說 因為我不愛你了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裝沒事 不是啊 我 我不愛你 他不能裝沒事 他裝沒有聽過 那你就跟他說 如果你還有這個反應的話 我會單方面申請簽紙 不到你說不簽就不簽 不是他給了一個反應 然後你就需要猶疑 還有需要改變你的想法 有個朋友突然說 其實他呢 就這樣這樣這樣 哎呀我又退了 現在不是每一個人給的反應 然後告訴你 然後你退遲 其實你可以照說 可以剛才阿富這樣說 我不愛你了 我會準備簽紙 我們分居三年 三年之後我們正式離婚 講完 你不需要他有任何的答覆 不要因為他的答覆 而又令到你有第二個的想法 不行的 我跟他說離婚 他不出聲 我都沒辦法 那就來不了 不會的 明白 會不會是因為 你現在還想找一些原因 令到你離婚之後 他照顧你和兒子 這些需要嗎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壓力 沒有這個壓力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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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講真的 我都知道 其實你口說 就好像沒有什麼 但去到最後 你其實都心裏面有一條刺 不過我覺得 你真的找那個女人 說清楚 我現在想離婚了 這樣 起碼你也要少這個箭頭 起碼你不用這麼煩 是啊 Joy 我聽到這個電話 我首先說 我很體諒你 是啊 人生是很 但是有件事 很多時候的快樂和痛苦 除了來自別人 對你的不忠之外 是你不肯面對自己 經常把一些感覺 是朋友叫你 朋友叫我 或者你把你的感覺 把決定權 放在你丈夫身上 明白的 明白的 我也明白的 因為這個很大的贊入 我體諒的 我明白的 因為你逃避 這種我們叫做逃避 逃避啦 你把一件事放在一旁 我不看就可以了 好像一堆灰塵在角落 我不看它 那堆灰塵就不存在了 嗯 那你現在的情況 感覺好像是這樣的 去到那些灰塵 已經沒有辦法 不理它的時候 就太遲了 是啊 那我想你現在真的 不要再等了 如果不是真的太遲了 其實我們這一刻 其實你這段感覺 其實已經是 尾聲到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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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要好好 開始決定自己人生 兒子都十二歲 我不知道你多大 應該都不小 是不是 不是再 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他們自己開心 每天躲在家裡 看著兒子十三歲 十四歲 十六歲就算了 我建議 人生不是這樣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我想你應該再想清楚 我們今天希望你最想做到的就是 你要承擔回自己的責任 嗯 你還愛不愛這個男人 是 問自己 是啊 跟他談吧 你跟他說我愛不到你 是不是 那你愛不到他就告訴他 不要說 不是說 是告訴他 是告訴他 不用他有答案 就是不用說你之前做了什麼 什麼 不用說這些 因為他說沒有 他說沒有 那沒有 那你說如果你真的沒有 他就沒有我出事了 原來你對我這麼好 哈哈 你沒有出去滾過 原來我都不愛你 不是 我正常感受不到 是啊 我寧願你出去滾 我就沒有這麼肯失離婚 是啊 原來你什麼都沒有對我不好 原來我心裡面都不愛你了 那我真的不愛你了 是啊 還有的 還有另一個可能性 我不知道是不是寧願是這個可能性 就是 你搞那麼多事情 到現在 你都沒有離開過到你老公 就是說 其實你愛 要坦誠面對 若然是這樣 若然是這樣 又反過來 你老公搞那麼多事情 他都死不肯跟你離婚 很可能 其實他搞那麼多事情 是一些對你的投訴 控訴 這麼多年用錯了方法 過了十二年 這段婚姻 不止這段婚姻 兒子也十二歲 我意思是 其實大家這十二年 一直愛在大家 但是一直用了一些錯的方法 希望激發 或者投訴 去向對方 希望你示範愛 但是大家都沒有做到 所以老公不肯 如果是這樣 不要再用這種方法 可能你親親正正坐下 不是跟你老公說離婚 是老公 我好愛你 這十二年 我好痛啊 我想問你 可能是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想問多一次 你這一刻 你告訴我 我不想把那件事 回頭來 突然變回他很愛 因為 我說十二年前 他試過一次感情的時候 我問過他 我說你第一次沒有走 是因為你愛他 你一定要承認的 所以今時今日 你留下是愛他 不留下就是不愛他 我再問你一次 你覺得你愛不愛他 不愛他 那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 不要再翻轉 不然我們又回到十二年前 又再來一次 最重要的是 你答這麼快這件事是真的 我只是覺得 對性極不甩掉 對 那你搞定了那個女人 然後再跟老公 慢慢講清楚 不然真的沒辦法 老實我寧願 你現在這個心態 我極不甩掉 好過然後你繼續 你問為什麼我是受害者 我寧願你現在這樣 很好 但用我再說一句 我希望你很快 就連這句也不會說 因為不喜歡一個人 不會扯極都扯不甩掉 就是決心點 就是可以先 不是說你喜歡他 他叫你決心點 決心點 對 你不行 你先跟那個女人說 讓那個女人都開心一下 你叫他支持你 你叫他支持你 支持 你跟阿蓮說 離婚是離硬 不過我還沒有 騙不甩掉他 你幫幫忙 幫幫忙 你想他有報應 你幫幫忙 你不想他有幸福的生活 你幫幫忙 你多寄幾張拿照給他 給我真電話 然後你跟他們床照拍到 那我律師就可以 我就報到他 我沒想過 他可能只是站在我這邊 是 他可以站在你這邊 不過 重點不是要站在你這邊 重點是他不犯你就夠了 我不需要你跟我一起做什麼 我告訴你是這樣 但是你不犯我就走 其實這個是阿蓮低章 為什麼我這麼說 如果他被這個渣男渣完之後 他真的想害你的話 應該跟你說 好好地和這個老公一起 一輩子都和他一起 不要離開 鬼有這樣 你知道這些女人 這樣才真正的害你 一般的全部都是很差 你家裡 然後搞到你又鬆 然後看著這個男人煩 我就爽了 一般劇情都是這樣 一般就是這樣 不過 聽見都很開心 對 雙鳥人的心 渣男就應該有一點點報應 所以 愛情的報應 記住 你現在的支持 你的點在哪裡 不是我們三個 是阿蓮 OK 記住 希望你真的可以 活回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 你和阿蓮 站成一線的時候 你的日子就有好過了 渣男你真的要想想 有什麼辦法 可以彌補到你自己 可能離開就是彌補到別人的感情 沒有啦 男人是要受教訓 男人是要受教訓 看看祖女子 壞男人 可能真的太中容他 不要想為什麼 不愛他 只要我太膽那一刻 男人如果三四十歲才 真的輸一鍋 這一鍋都很大鍋 沒有沒有 輸不輸 是自己選擇的人生 好啦 多謝你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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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